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Sara Studio 我是Sara 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来画荡鞦韆的小雪人 首先我们先画雪人的形状 雪人的形状呢,下面是一个圆 下面也是一个圆,让两个圆叠在一起 相互叠加的部分我们就不画了 然后在头和身体交叉的地方往两边画出两条胳膊 然后画出两个椭圆形的手 它加上脚,脚的形状呢也是椭圆形 椭圆形的脚的位置可以是内扣的,也可以是外撇的 这也看自己的愿望了哈 不要的线擦掉 现在我在画的是雪人的围薄哈 那围薄呢,要稍微有一点皱褶 有一些飞出去的部分 因为要表现小雪人荡鞦韆,荡得非常高 在头上面呢,加一个曲线 就是把帽子和脸分开 在帽子的两边加一个宽度 这个呢,是为了让它感觉像帽子折出来啊 有一个厚度 在脸上给它画一个圆锥形的鼻子 然后加上嘴巴,两个黑黑的小眼睛 可以给它加上眼睫毛 这个看自己愿意了啊 接着呢,我画了一个线 这个线呢,让它抓在两个手里 这个线上面,我用一些彩灯装饰啊 感觉小鞦韆 是用彩灯的电线 在档起来 你可以在上面加彩灯 彩灯的形状呢,是雨滴形状 后面有一个连接的 现在我在描线 描线的时候呢,毛绒的部分 我用小短线 然后帽子,围巾上面 如果我想给它加上pattern的话 那我就给它留出来一些格子 描线的时候呢,可以不用着急 记得尽量的画在我们钳笔线的上面啊 好,注意前后关系 电线在围巾的前面 好,电线我用斜线来画 好,我现在在图颜色 图颜色的时候呢,大家其实可以随意 我是按圣诞节用的颜色 就是红色绿色 来给它涂颜色 那么大家也可以按自己的喜欢 给它涂成很喜欢的颜色啊 涂颜色的时候呢 只要注意颜色 尽量守着我们所画的这个线条 画的形状里面 不要画到外面去就可以了 颜色的搭配可以按自己的喜好 嗯,可以是红色绿色 像圣诞节的颜色 也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蓝色啊 红色啊,黄色啊 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问题 好,现在我再画彩灯的颜色了 彩灯我用的是红绿,浅绿 嗯,这样一个顺序 来涂颜色啊 好,大家也可以按你自己的喜欢 因为圣诞节的彩灯 可以是你喜欢的任何颜色 所以大家可以自由的发挥 帽子上面的毛球球呢 也可以给它涂颜色 也可以不涂 也是看自己的喜好啊 好,鼻子呢 一会儿我们给它涂成一个胡萝卜的橘色 现在我是把每一个的灯座 给它涂了一点点黑色 嗯,鼻子涂成胡萝卜的颜色 橘色 然后我们就可以设计自己的背景了 小雪人的背景呢 我现在画它是在户外 因为雪人呢 它是,本身它就是白色 而且如果在屋子里面 小雪人可能就要画掉了 所以我现在用灰颜色呢 画了户外的地 然后每一笔画完之后呢 我都要拿手稍微的揉一下 让它颜色有一个深浅的慢慢变化 同样的颜色如果想让它颜色有深有浅的 可以靠多涂几点 或者涂得厚一点来实现 现在我是画了一个深灰色 然后给它加深 所以我直接给它有深灰色画 留出来一点白的地方啊 感觉是雪地照上光 所以那个地方是特别亮的 这种经验大家如果注意过的话 冬天是非常常见的 现在我拿铅笔画两个平行线 然后做屋子 那么屋顶呢 是一个三角形的 我给它画了一个厚度 然后在屋顶上加了烟囱 给屋子加上门、窗户 这些也都是自己可以发挥 你可以画多一点窗户 窗户的形状 都可以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啊 如果觉得一个房子太孤单了 可以在旁边再画一个 用描线笔把这个线描出来 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描线笔画错了 我们就没办法更改 所以尽量画的时候仔细一点 我在门旁边呢 还给它加了几个台阶啊 因为这个 现在我画的这个地呢 是一边高一边低 描完线之后呢 我一般习惯用橡皮 把千里线擦掉 现在我可以在房子上 给它加上这些颜色了啊 我画了一个圣诞的花环 然后在房子上面呢 加了一点点彩灯 用深棕色给屋顶下面 加了一些阴影 用砖红色呢 给它画一些外墙砖 画的时候呢 先画平行线 画好的之后 再用竖线啊 按每一层 稍微移开一点 不要两层之间的线连在一起 这样画出有层次感的竖线 用黄颜色涂在这个墙上 同样的方法 把所有的墙面都画上砖 烟囱也画上 好 用白颜色先在烟囱上面涂了一下 因为我一会呢 想要画更多的层次啊 所以呢 我给它夹上一些 然后揉一揉 用绿颜色画了一棵小小的圣诞树在旁边 因为这是远处的背景 所以可以不用特别的 嗯 仔细啊 我画好了房子和圣诞树之后呢 我们开始画后面的背景 后面的背景我想画它是晚上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么漂亮的彩灯 我在画面上先画了一个月亮 然后拿浅蓝色 给它画上它的月韵 嗯 在月亮旁边加上白色 然后再加蓝色给它揉一下 然后再慢慢的让天空旁边的这个颜色 越来越深啊 注意色彩的渐变要均匀 不要突然一下子有间色彩的变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快画到屋顶上的时候呢 要注意把烟的位置留出来 因为刚才我们用白颜色的圈彩棒呢 已经先画了一下 所以颜色画到这儿呢 会能明显地感觉到它变浅 大家要小心一点啊 不要画太多 加上一些细节在上面 绿色呢给圣诞树加一些层次 我们还可以用别的颜色 来给窗户加一个颜色 像灯光照出来的效果 今天我们画荡秋千的小雪人 就画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请点亮喜欢和关注 我们下节课再见啦